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宫殿所处的位置在协尾村的这个小山梁上 这边刚好是个小山呀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这座马祖宫 大家从外表看上去是不是非常普通 它背靠东北方 面向西南 是一座典型的新化古建筑 这就是临头宫的大门 这些寺庙的大门是很少开的 一般我们进去都是从边门进去 我在大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这种视觉效果 这就是大殿 大家看一下上面的牌匾 天上圣母 这是对马祖的尊称 主供的就是海神马祖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这就是主供台 马祖是海上的保护神 在中国的沿海 明台地区 以及东南亚或世界国地都有很多信徒 马祖的祖庙在普天的梅州岛 在全国国地都有很多行宫 这就是其中之一 这座宫殿外表看上去比较普通 这个里面有装修的富丽堂皇 那我们现在就说说 和这座宫殿有关的传奇故事 普天出过一位皇帝 大家知道吗 但是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天 三天的天子也是天子 他就是林道兰 林道兰同年的时光 都在这座宫殿中度过 林道兰是明万里十一年近似 官至太不似少亲 话说明万里年间 明朝环树国高丽 要挟天子元扑高丽 居过上下无人感应 三日天子垂浅鼓 就是这个典故 林道兰停身而出 要求代理天子三天 万里皇帝勉强应许 林道兰代理天子期间 除去了很多奸臣 安抚社稷 三天后归还地位 出使高丽 以自己个人的气魄征服高丽 这位大哥带我去看林道兰出生地的遗址 他们老人住 跟林道兰这个地方 哦 以前皇子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 他们老人住以前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就这棵树子这边 对对 这就是林道兰出生地 我也只是带大家来凝捏一下 满足一下我和大家的好奇心 我就想看看 楚天子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 这个地方事业非常开阔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乡村视频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